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是中国家庭经教会史第八奖的对谈 很感恩我们今天是邀请到我们熟悉的老朋友张谭老师 他来在我们这一个主日学中跟我们一起来有一些的分享 我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张谭老师 我是看到就是我们教会的阿信弟兄在15年的时候 对他有一个访谈 访谈的名字叫做59年求道路蒙恩只在一瞬间 所以看到张谭老师他是对54年出生 他一直到2012年的应该是复活节才受洗归入主 差不多这个工程节有59年的时间 他是一直在寻求这样一个信仰 他自己也写过他其实进行于各大的宗教 因为他以前曾经当过宗教局的干部 宗教局的副处长 他也是中国最早的在1990年的时候写过第一本研究 石门坎的这样的一个著作叫宰门前的石门坎 是在90年当时大家其实都不知道宣教师怎么回事的时候 他已经有一些的研究 但从他的研究直到他信主受洗 这个中间也经历了20多年的这样的道路 那他是其实张康谭老师他其实是四川人 他的父亲母亲是四川人他在重庆出生 但是之后一岁的时候就在贵阳 就一直在贵阳生活成长 也在贵阳受洗 他也是在贵阳的活食教会受洗归主 另外方面他跟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关系也是 他是这个尼格迪姆查金班的这个创始人 开始在他的公司里面开始这个尼格迪姆查金班 那之后阮一飞老师也是在教会开始尼格迪姆查金班 在成都的尼格迪姆查金班 那他现在老师在2015年旅居澳洲 现在的澳洲也在继续的开始尼格迪姆查金班 也在继续的致力于对中国文化以及基督教的研究 然后特别的这方面有特别大的负担 也在不断的在讲学 还在参与各样的讲座 也不断的关注退训业教会 也关注王一牧师很感恩 那么这个课是在复兴中逼迫 在逼迫中复兴 那我们看到退训业教会 其实也是差不多是在这十年 2010年王一牧师是2008年 正是开始在地震之后蒙着全职 在2008年到2018年 这个教会也是在这一个城市的复兴 城市的教会之中 也经历这样的逼迫中的复兴 复兴中的逼迫 那张谭老师也是在2012年 正式的受洗 那我们看到他与这段历史 也有一些的深切的一些联系 那今天我们的安排是 我前面会把时间主要交给张谭老师 他会就两个方面来谈论 一个就是逼迫 一个就是复兴 然后之后弟兄姐妹 如果有问题 有任何的你亲的过程中 有任何的想要互动的问题 可以请发给我 我来筛选一些的问题 看之后如果时间合适 我们会有10分钟到15分钟 可以有一个问答的一个时间 可以有一些的互动 好 这大概是今天的一个安排 下面我就把时间交给张谭老师 我们也欢迎张谭老师 拿到我们中间 好 谢谢 谢谢志超传道的邀请 那个我刚才看到你们那个 那个声音能听见吗 可以的 很好 可以的 我刚才看到你们那个 相互的问安 我上来的时候 看到你们相互的问安 一个在这么逼迫的教会下边 看到大家那么喜乐 那么平安的 那个我知道 福音是打不垮的 在你们的脸上看到了 我很感动 那么今天呢 志超传道 邀请我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王一牧师的这个家庭教会史的第八章 第八章呢 安排给我 那个来做一些品读 那么 首先呢 我对这个标题啊 就是这个王一牧师 选择的这个标题 在逼迫中复兴 在复兴中逼迫 非常的认同 因为这个标题 准确的抓住了 逼迫和复兴 这两个 时代的主题 以及 他们的 相互关系 逼迫的背后 是正教关系 福音的背后 是教会转型 那么 我今天我也紧扣 王一牧师的这个看见 含两个 这两点 第一就是 从 逼迫 看正教关系 第二 就是从 福音 看 教会 转型 那么 王一牧师的原著啊 他的属灵看见了很多 我呢 只能谈一些 比较熟视的浅见 所以呢 先请大家包含了 那么 我们首先来谈 从 逼迫 看 正教关系 因为呢 我觉得这个 在 在 王一牧师的 那个 那个 原著里边呢 这个 这个 执政党的 态度 这个方面呢 比较的 薄弱一点 这个可能 和他 没有在 这个体制内 那个 待过 有关系 那么 因为我是在 我是 那个 改革开放以后 最早的一批 宗教干部 也参与过很多的 这个宗教的 这种 政策的制定啊 这种 那么我比较熟悉 这一套 那么 我呢 先就从这个 执政党的 态度 来看 因为这个 政教关系啊 逼迫 它就是一个 政教关系 政教关系的 那个呢 也主要是 执政党的 逼迫 那么 我们就从 执政党的 态度 先来看 那么 由于 中国的 帝王 或者是 我们现在的 领袖 他 一个人 可以决定 一切 这样的一个 政治架构 这就是我们的 这种 我们的那个 专制和 整个的 其他的 专制都不一样的 这种东方社 这种专制 我们的帝王 或者领袖 他一个人 可以决定 一切 方方面面的 一切 这种政治架构 那么 领袖的 个人喜好 他就 往往成为了 时代交响的 主旋律 我记得 我再有一次给 丘宇的 那个 圣约的 那个 那个讲座上面 也提到过 这样一个观点 那么 我们就来看 这个领袖 过人的 他的喜好 是什么 毛泽东 他迷恋 法家 因此呢 就有 批林 批孔 批周公 那么 邓小平呢 他喜欢 兵家 兵家呢 就是 白猫 黑猫 抓住老鼠 就是好猫 那么 输赢 就变成了 唯一的 规则 那么 江泽民呢 他 贪婪了 服教 方面的 那个 所以说 在江泽民时代 中国的 大幅的 建造 比历史上 数千年 建造的 还要多 这是一个事实 那么 福景涛呢 他 他因为他的 工作关系 和他的家庭 一些原因呢 他比较 接近于 基督教 他比较 理解 基督教 他的 不折腾的 政治上的 不折腾 也包括 对 基督教的 不折腾 这一段呢 那个 我们不展开 去说 因为我们 主要说的是 习近平时代 这个 这个 这个时期 那么 习近平时代呢 习近平 他就 模仿了 汉武帝的 内伐 外儒 基督教 就成为了 意识形态上的 敌人 正因为如此 那么 首先呢 我没有找到 王一牧师 将 2010到 2018 分别出来 成为一个 阶段的 逻辑 这一点 是我 确实我没有看到 这就是把 2010到 2018 分别出来的 这一段的 一个逻辑 因为 这一段 这个阶段呢 跨越了 两个领袖 而这两个领袖呢 又执行的是 两条路线 为什么这样说 那么 我们就 现在 又就 就这样来说 共产党 他也不是 铁板一款 共产党 他也有两条路线 他经常有路线斗争 就是这个 就讲的是这种路线 那么 从 服药邦的时期开始 在之前呢 实际上包括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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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支啊 运动啊 这什么 基督教都不是 执政党的一个 抓手 工作的抓手 不是一个 非常那个 把他放在 很重要的位置上的 一件事 那个时代 就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实际上 相对来说 对天主教的 打压 要重于 对基督教的 打压 那么 从 服药邦的时候 开始 服药邦的时候 开始起 基督教呢 被执政党 拿为 战略高度 啊 战略高度 战略高度 他就没有一个 呃 没有一个 定性 没有一个 敌我的定性 呃 只是 重视程度呢 他把他提的很高了 这个呢 是在 服药邦 主政时期开始的 那么 由他起草的 这个 十九号文件 这个 这个十九号文件呢 是 中国共产党 关于整个 那个 社会主义时期 对宗教工作的 基本纲领 所以 这个文件呢 他是要管 很长 很长的时期的 是说 整个社会主义时期 这是 服药邦 亲自主持起草的 我们都知道 服药邦啊 他亲自主持起草 只有两个文件 一个文件就是 关于 否定文革的 那个文件 呃 若干 历史问题的 决议 还有就是 这个文件 可见 宗教在 服药邦的心头 是 很重的 一块 那么 这个文件呢 呃 我们不讲 他的 历史 局限性 但是 他有一个 好处呢 就是 是让 宗教 包括基督教内的宗教 有了 活法 存在的 前提 啊 有了活法 存在的 前提 那么 呃 在赵紫阳呢 那个时期呢 也是 消归 潮水啊 他基本上 没有什么 做大的 变动 那么 中国基督教 从地下教会 近百倍的增长 他的这个 奇迹 就发生在 这两个时期 和这两个时期的 这个 宽松 有关系 好 那么 现在到了 江泽民时期了 江泽民时期 开始转向 又开始 对基督教 进行 打压 就体现在 呃 也是一个 中央文件 我们都知道 共产党的 政策 他 他都是通过 文件 来 来 来下发 那么 江泽民时代呢 有一个 六号文件 1991年 六号文件 这个文件呢 就 明确提出了 管理的 这样一个思路 所谓的管理 实际上就是 在做打压 那么 对这个文件呢 国务院呢 就颁布了 两个单行的 这个行政法规 就是管理 这个外国人宗教 活动管理的规定 和宗教活动的 场所的管理规定 这就是国务院的 两个规定 那么这上面 所有的这些呢 都体现了 江泽民的一个认识 江泽民的一个认识呢 就用一句话 他自己的一句话 就叫做 宗教被 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 进行政治 渗透 以推行 和平 演变 战略 这个是 江泽民的认识 因为这个认识 所以 有了前面的那些文件和 法规 那么 福景 他时期呢 他没有 组织 那个 全国性的 正式的会议 但是有一次 高规格 但是非正式的会议 这就是 2007年12月的时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 就 宗教工作 召开了 集体学习的会议 那么 福景 涛呢 他在会上 重申了 他原来 关于五大关系中 构建 和谐社会的言论 那么 这个五大关系 构建 和谐社会呢 宗教关系 就在这五大关系里边 这被 外界认为是 建立和谐社会 和谐国家的 一个步骤 这个呢 我们把它看为是 他对福耀邦路线的 继承 那么 又到了 这个习近平时期了 习近平时期来 就破 这个破天荒的 召开了两次 最高规格的 这个宗教会议 就是所有的常委 参加 由习近平亲自去发言的 这样子 两次这样的会议 那么 这个 这两次呢 会议呢 可以把它设为 是对江泽民路线的升级 那么 在2016年的会上 他就明确提出了 宗教工作 应该成为执政党的 中心工作 全局性工作 是党的工作的 重要抓手 那么在 2021年呢 更释放出一个 重要的信号 就是执政党 已经意识到 信仰危机 可能 危及政权 很有可能转化为 政权危机 好 这就是 为什么会在这里面 打压的一个 这种信号 这个 他把信仰危机 危及政权 转化为政权危机 放到了 他的一个 重要的工作台面上 好 那么我们看 二福 就是福耀邦和福锦涛 他们这两个时期 把基督教 视为战略盟友 那么 将习 这两个阶段 把基督教 当做战略对手 那么我们理解 执政党 不同阶段 对基督教的 基本态度和 重视程度 就能够读懂 他们为什么 要这样做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对我们做了什么 但是我们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实际上 就是要读懂 他们的 这样一个 心态 那么 我们重申一点 当然是 不管 他们是哪一条路线 二福路线也好 江西路线也好 不管是 哪一条路线 作为一个 偶像崇拜 且高喊 无神论的政党 他对基督教的敌对 本质上 都是一贯的 这个是 我们不要 不要对 任何一个时代 也新成幻想 这是 我们强调 这个政党 他是一个偶像崇拜 且高喊 无神论 他并不一定 做无神论 他要喊 无神论 但是 他这两条 偶像崇拜 和无神论 都是 对基督教 要进行 敌对的 这就是 他们的本质 来决定的 那么 我们呢 下面我们可以 从 事实来看 那么事实 你们在 逼迫中呢 你们 接触到的事实 就更 体会的 更深 那么 对基督教的 逼迫呀 他 我们看 他主要的 发生 都发生在 习近平时期 相对于 江泽民时代 重点 只在 围剿 被定为 邪教的 法轮功 和我们基督教 里边的一个 异端的 就是 呼喊派 这样是 因为他 他们是 定为 邪教 他 他这样去 打压 那么 习近平时代呢 他更是向 各种宗教 包括 他们原来认为的 合法的宗教 来进行开战 重点 就在 围剿 家庭教会 现在的 执政党 看到了 基督教 三个字 就大为的警惕 认为 这是 利用 宗教 进行 渗透 是 企图 西化 分化 我国 因为 我们都知道 基督教 他主要是在 现在的一些 发达国家 如英美 这样的 地方流行 那么 因此呢 他被认为是 境外 涉离 利用宗教 进行渗透 不仅在于 扩大 某种宗教的 影响 更在于 争夺 意识 形态 阵地 从根本上 动摇 党的执政基础 好 你看 他这个定调 这就是 所谓的上纲 上线 就是这样子 我们呢 只是说 传福音 我们要 救灵魂 那么 他呢 给我们的定调 是什么呢 是境外 适离 利用宗教 进行渗透 不仅在于 扩大某种宗教的 影响 更在于 争夺意识 形态 阵地 从根本上 动摇 党的 执政基础 他说 从根本上 动摇 党的执政基础 那就是 占有对手了 那就是 敌人了 就是这种 这种上纲上线 到了 另外一句话 就是说 因为他这样的 所以说 他们的策略 就是 就到什么呢 就是说 要抵御 境外 利用宗教 进行渗透 是 一场 尖锐 复杂的 斗争 关系到 国家和民族的 根本利益 和长远利益 关系到 共产党的 执政基础 和 执政地位 你看 非常明确的 就提出来了 这是 关系到 共产党的 执政基础 和执政地位 那么我们都 可以看 现在的 五种宗教 那么 这个 所谓的 境外势力 五六十年代 主要是 天主教 那个时候 因为 梵提纲 和 中共 关系 移植 是非常的 而且 天主教的 组织结构 当时 比较的 比较的 坚固 不像 我们那个 三字运动 在我们基督教内 你那个 吴耀宗 这些人 那个 宜夫忧 大胚的 那个 红色基督徒 就站起来 就那种 所以说 当时的 那种情况下 总共 有 47万多 基督徒 在那个 三字上 签名 而且 总共 当时也只有 80万 基督徒 就 这样一个 一个状态 所以 那么现在 他就到了 梵蒂冈和 天主教 因为中共和 梵蒂冈 有一个 秘密协议 这个梵蒂冈 也对 中共的 我们都知道 现在的 那个教皇 他本身 就是一个 白左 这个人 比较 支持 共产主义 比较支持 这种 那种 思潮 而且 他对 资本主义 这种 是有 深仇大恨 那么 他和 那个 共产党 有一个 秘密协议 这个秘密协议 甚至 出卖了 很多 地下 天主教会的 主教 这种 那么 我们也知道 那个 香港的 有一个 那个 荣修 主教 他一直在 做这个 方面的 抗争 现在我们不去 谈他 那么 实际上 在天主教 已经没有成为 他的主要 对手的时候 基督教 就 变成了 执政党认为的 境外势力的 主要的 依靠力量 而且 尤其是 家庭教会 这个是 主要 那个 那个 他们的 主要对手 像 秋雨的 这种教会 有千丝万里的 国际关系 而且有 千丝万里的 国际影响力 那么 理所当然 是被打压的 那个 重点 那么 在这个阶段呢 就是 2014年 5月6日 我们 中国的 发布了 第一部 首部的 国家安全的 蓝皮书 第一部 这个是 就是 从来没有过的 第一部蓝皮书 我们注意到 习近平呢 真正的执政 是在 12月 这个呢 5月 就是 同一同年 5月 他在 习近平执政 就上位之前 就已经 发布了 这样一个 蓝皮书 那么 这个 表面上 看起来 好像这是 前任的 一些行为 实际上不是 我等会儿会说到 那么 这个蓝皮书里面 他就 提出 这个 宗教渗透 威胁 社会主义信仰 西方 敌对势力 对中国宗教 渗透的方式 更加多样 范围 更加广泛 手段 更加隐蔽 公开 以秘密 并举 具有 很强的 煽动性 和 欺骗性 实际上 这份 蓝皮书 它的出现 它是为了贯彻 习近平 在之前 在一次 内部 讲话中 说出来的 说习近平的 一个思想 就叫 三个绝不 三个绝不 的一个指示 那时候 虽然他还是副手 但是他已经是 除军了 就是要接班的了 已经板上钉钉的事 所以说 他的那个内部的 讲话 就做成了一个 这个这个国家安全的 蓝皮书 这三个绝不呢 是什么呢 绝不允许利用宗教 对我进行渗透 绝不允许境外 宗教势力在我国境内 形成体系 绝不允许在宗教领域 形成对抗党和政府的势力 这就是三个绝不 他的这个他的思想 就是贯彻他的思想 因此 在这一个阶段内 就发生了 十年消灭家庭教会的 统一行动 这是一个统一行动 也 利用这个宗教管理条例的修订 实现了 对宗教的法治化管理 这个当时这个修订 这个宗教管理条例 我们大家 尤其是基督教内 马上就看出这里边的 有些问题 那么当时 有23个律师和牧师 一起在签名的 一个公开的 一个给人大委员会的函 一个反对的函 上面呢 就是王毅牧师和我 我们都在上面有签名 那么 这个 这个 这个利用这个宗教管理条例来 他的修订 就实现了对宗教的法治化管理 那么 家庭教会 他 从此以后就成为了 国安 国保 为首的 16个 警种的 联合打击对象 现在呢 还把这个联合打击的 那个 那个执法的权力来下放到 一些街道办事处啊 这一期来 那么 在这个阶段 他们又同时 推动 基督教中国化 大家一定不要小看这个基督教中国化 基督教中国化 就是一个撒旦的计划 撒旦的阴谋 他们就企图从内部来瓦解教会的思想和组织 那么关于基督教中国化 我记得有一次我给那个你们的那个圣约讲座 讲了一下一个这个来龙去脉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在你们的网站上找来看 这个我把这个 他的来龙去脉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讲得比较清楚 那么 以此同时呢 各地 扯十字架 扯教堂 取迪家庭教会 专谱牧师 等等等等的这种教案 就出现了 我们说 说这些绝大多数的教案 是在这一个阶段内发生的 就是在这一个阶段内发生的 这个是我对王毅牧师讲的这个 他讲的这个 逼迫 以复兴的逼迫 这个方面的认识 我的 因为我 我只能是说一点 我的那个认识了 他的 王毅牧师 有比较全面的 那个阐述 我就 不一意去 那个讲了 那么我对这个 一点认识 那么第二 下边我们就来谈 第二个方面 就是从 从 复兴 看教会转型 王毅牧师 关于 复兴 这个方面的 陈述来 他总结了 教育 城市 新兴 教会 和改革中 思想 这样三个方面 他认为 这三个方面 是 教会 复兴的 一个 一个表象 一个表现 那么 由于 改革中 思想 改革中的 这个 神学 的推动 改革中的 这个运动 是 他在第九 讲的主题 因此 我今天 就不涉及 这一个 他讲的内容 那么就留给 下一讲的 那个 讲员 他们来分享 那么今天 我们就主要 就探讨 前两个方面 就是在教育 和城市 新兴 教会 这两个方面的 这个 一些 一些 特征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 福音 我们 我们知道 这个 福音 他是一种 以文化为形式的传播运动 我们不管他是什么 但是他的形式是一种文化传播的形式 那么以文化为形式的这种传播运动的话呢 他有两个方向 因为文化的传播有两个方向 就是横向的跨地域的传播 和传播和传播 和众向跨时代的传承 这两个方向 那么这就是文化 我们说传承文化 我们讲的是一个时代 我们讲的传播文化 是讲的一个地域 那么我们往往理解呀 传福音呢 都只理解了前一个方向 理解的前一个方向比较多 那么因为像天主教的话呢 他有一个 那个 那个 有一个传统 他的那种家庭那种传统的话呢 他在后一个 那个方面 比我们还要好一点 但是呢 现在 我们就讲 我们基督教的这个方面的一个 一个改变啊 实际上 是我觉得是 王一牧师非常准确的看见了 这个教育 在这个家庭教会的里边的一个作用 那么 中国的福音运动呢 在 他的上一个阶段 就是我们讲的 我们本讲第八讲的 2000年的上一个阶段 他是一个农村包围城市 为特征的这个阶段 那么这个阶段的运动呢 虽然迅猛 而且 锁果累累 但是 我们同时可以看到 这个农村包围城市的 这种福音运动的 中心地带 他的那个 比如说像 荷兰的教会 安徽的教会 他们 基本上 失去了 下一代 这个呢 就是 那上一个阶段的 这一个 一个缺陷 我们的这个 福音运动的一个缺陷 那么 在本阶段的 福音的现象 他的特征呢 主要在这个教育方面呢 表现为 三个方面 第一 是冲破了 十八岁以下 不能进教堂的 儿童组织学 这个是 这个是对那个 也是一个挑战 但是呢 这个 大家呢 可能你们比我 更清楚这个 冲破了 十八岁以下 不能进教堂的 儿童组织学 这个是一个方面 第二 是冲破了 宗教不能涉及教育 来办学 王毅穆斯呢 在那里边提到 他说 中国基督教教育联盟 有一百多间学校 那么 这个 邱宇呢 也就办了 很多的学校 这个呢 那是你们的 那个事情 我 我曾经呢 就是作为 那个 那个地下的 那个神学院呢 我也是作为讲员 也参与在里边 有份 那么这个运动呢 就是办学 办学的教会 办学的这种 恢复的话 我们可以看 那个 最近 就是从那个 深圳 跑到韩国 又逃到 那个泰国 最后 被 在美国 那个 罗角的 那个 五月花号 那个教会 那个改革中的 那个教会 深圳的 那个教会 他们之所以 要出逃 要认出去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除了就是信仰 不能够自由保证 崇拜 不能够公开 以外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他们也办了一个学堂 而且这个学堂 被政府叫停了 所以 他们在 出去 跑出去的 六十几个人里面 有三十几个儿童 他们就是 把这个 对下一代的教育 就看得很重 这种 那么 我的 那个 尼克迪姆的 那个 分享会 下周六 就是要 请到他们中间的 一个小朋友 他把他的日记 那个 发表出来 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的话呢 我们给他做 手法式 我也希望 我们的 那个 大家 家长啊 带着你们的孩子 一起来 看一看 那个孩子 他记录的 在这几年里边 他们怎么样去 经理神 我认为这个 非常宝贵 这么小的孩子 在这么艰苦的 那个环境里面 怎样去 经理神 这个 下一周的 周六 那么 这个是 除了就是 儿童主日学 和那个 教会办学以外 还有呢 就是 以 基督教家庭 为主 开始的这种 家庭教育 我们都知道了 家庭教育 就是很多的 基督教 家庭 兴起的 他们不愿意 让孩子在 那个 偶像崇拜的 在无神论的 那种 环境里边 去污染 他们的孩子 所以说 他们 办了 很多的家庭教育 为了家庭教育 也 也那个 也有很多的 那个 对他们的 那个 诉讼的 政府 起诉他们 车毁他们的 很多很多的 这个 法律的 那种 很多的 这种 那个 诉讼案件 都有发生 那个 包括 英强 英强 长老的 那个孩子 都是被 连来连去的 要让他去 上学 就这种 我想 你们大家呢 感同身受吧 你们肯定 有孩子的 都有这一方面的 考虑 那么就是 从 我们来说 因为家庭教育 这三个方向的 福星的特征 那个 有了 儿童主持学 有了 教会办学 有了家庭教育 这个福星 这种现象 就是看到了 这个福音运动 传承的 这样一个方向 他就 弥补了 我们原来 只看到了 传播的 那个方向 他看见了 传承的 这个方向 所以呢 这 我认为 这是中国 家庭教会 的一个 巨大进步 实际上呢 王一牧师呢 他 也 他的这个 提出来 已经很明确了 但是他没有 总结这样一个 那个 话 那么 一直到现在为止 官方 他都在用 法律手段 在打压 基督教的 教育 比如说 现在 正在发生的 这个 哈尔滨的 许峰案 我不知道 大家知道不 这个 哈尔滨的 这个许峰案 这个许峰呢 就是一个 基督徒 他帮助 一些 有残疾 有郁郁 陶学 厌学的 那些孩子 那些都是一些 公立学校 不收 或者是 开除的孩子 他为这些孩子 提供了 兜底性的 教育机会 但是呢 却被 指控为 非法 经营犯罪 这个案子 就 透露了 我们这个 基督教 与国家 这两个方面 对我们 对教育的 一个看法 国家的 底层逻辑是 国家可以 让这些孩子 废掉 但绝不 允许 接受 基督教 带来的 教育 为什么 这样 实际上 就回到 他的 我们前面 讲到的 他的那个 那个 他认为是 在我们在和他 争夺 这个 执政地位的 这样一个判断 是有关系的 好 那么 我们再进入到 就是 王毅牧师说的 那个 第二个因素 就是 他认为的 第二个特征 作为福星的 第二个特征 就是 城市 新兴教会的 兴起 城市 新兴教会 我们都知道 在基督教的 历史上 福音运动 从来就是 城市运动 中国的 农村包围 城市 这个 是一个 这是一场 我认为 它是一场 由神 亲自 罚动的 神级 为什么 因为 我们都知道 一个浅显的道理 就是说 水往高处流 那么 低文化的人 他不能够影响 高文化的人 这样子 但是呢 我们中国的 这个福音 农村包围 城市呢 他恰好就 做到了 这一条 做到了 这一条呢 这是 只有神 才可以让 低四人的 农村文化 流向 高四人的 城市 这个 这一点 我们觉得 是一个神级 但是呢 在完成了 这一个阶段 以后 杰尼邦 就交到了 城市的 新兴教会 手里了 城市 新兴教会 它的第一个特征 是 他们是 知识分子 为主的教会 这里边呢 我们就可以 再看 中国历史上 第一次 知识分子 大规模的 信主 就是在 八九六四 以后 这一配 知识分子 是思想解放 改革开放 的产物 也是 启蒙运动的 主要推手 但是 八九六四以后 他们对 政党 对社会 对文化 甚至 对自己 都普遍失望 在走投无路 的人的 尽头的 时候 他们从 各种路径 归向了 基督 我们说 王仪牧师 就是 这一配 知识分子里边 最具有 代表性的人物 如何 来看待 城市新兴教会的 历史地位呢 在昨天 我们的那个 尼格蒂姆 争议 追寻会 会上呢 我们就开始了 一个系列的 探讨 就是知识分子 以教会 昨天我们 请到的是 张百利 牧师 来 讲这个课题 那么 我们就说 我们 已经 感觉到啊 人类 他在经历了 自然经济 工业经济 以后 来到了 知识经济时代 在这样一个阶段 知识 被当做 神 来崇拜 知识 就成为了 福音的 一种 阻碍 知识分子 要不因为 俗世的 骄傲 要不因为 鼠林的骄傲 成为了 抵挡福音的 最顽固的 一个群体 那么 中国的 福音 农村包围城市 显然不能 对应 这样一个 时代潮流 为什么 我们都知道 这样一个常识 一个民族的改变 一个国家的改变 他必须依靠 其中的 知识分子 那么 城市 新兴教会 显然就是 对应这个时代 对应这个潮流 而兴起的 那么我们来看 城市新兴教会的 第一个特征 就是它的公开化 这个很了不起 这个公开化 很了不起 中国家庭教会 它是农村发展起来的 它以初代教会的 生存环境一样 他们的空间 是地下 是在地下崇拜 地下聚会 形成了长时机 中国家庭教会的 一种身份记忆 那么知识分子 为主体的这种 城市新兴教会 形成以后 公开化 成为替主着建政的 一种新形式 王一牧师 就是最早 主张公开化的 那一位牧者 而且 这个不准确 因为当时 他还没有暗幕 他当时 他还没有暗幕 他就已经 主张公开化了 那么 王一牧师 自暗幕以后 更极力地推动 中国家庭教会的 公开化 这个不避讳 以执政党的意识形态 法律制度 宗教政策 直接发生矛盾 他从不避讳 这样一个矛盾 公开化就是 把矛盾公开 实际上公开化 就是这样一个 把矛盾公开化 没有别的 那么 秋语教会 违反当局的行政命令 印刷基督教的书籍 办基督教的学校 办神学院 把神的主权 拓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这个就是公开化 这就是 现在很多 主内的那个 对此有看法 但是我认为 这就是一个 非常了不起的 一个看见 这个 我们都知道 王一牧师的生日 是六月一日 我们曾经也在 我们的那个 平台上 我们的尼哥蒂姆平台上 两次 为他的这个生日 做了一个 庆生的这样 这样一个节目 我们不是说是崇拜偶像 是因为他在替我们坐牢 我们就 他没有机会 庆生 我们就帮他庆生 那么正好这六月一日 这一天呢 又是秋语之福教会的 这个反堕胎日 那么很多的弟兄姊妹 都会在这一天上街 去宣讲和 发送传单 在计划生鱼 是基本国策的中国 这无疑是政府 不能容许的 因此 王一牧师的每一个生日 都是以抓捕 来庆生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中国啊 这个段子绝生的 这个计划生鱼政策 造成了中华民族 绝大的一个衰落 这个现象 这个后果 现在已经看到了 但是真正的 在当时就 勇于公开反对 这项政策的组织 不管是什么组织 包括民运组织 包括什么 任何一个组织在内 我们只看到 公开反对这个政策的组织 只有 秋雨之福教会 那城市新兴教会的 第二个特征 就是 味道抗争 既然矛盾都敢公开化 那就肯定要公开 就要公开的抗争了 那么 所以 秋雨的公开化 就包括公开化的抗争 这一个方面的内容 我们今天不说 因为这就是你们在做的事 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 你们的抗争 全世界都在传扬 我想呢 天使天君也在称颂 而且 今天你们的抗争 仍然在进行的时代中 这个呢 就是我们华人神学的一次重大的调整 重大的进步 华人神学的思想呢 有两个完全相反的表现 这一个呢 是过人得救的 进权主义 还有一个呢 就是改造国家的社会福音 那么这个呢 我们今天不展开讲 这种 这两个方面 过人得救的 进权主义和改造国家的 社会福音 那么 这两个方向 都是有绝大的问题 那么 城市新兴教会 尤其是像 这个丘宇这样的坚持 加尔文路线的 加尔文主义的这种教会呢 他们持守的这种路线呢 他的灵命的目标 从过人灵魂 转向了天国的降临 就是所谓的国度化 从社会福音 转变为福音社会 就是这就是 三话意象里边的意象 这是一个宏大的题目 他也是王一牧师 在第九章里边的主题 那么我们就期待 下一档的讲员 来做这个方面的分享 我们今天呢 就那个 不再展开了 那个 我们华人教会了 还有一个现象 十分的严重 那就是 分裂 常常不是为道 而是为财 为养 当 丘宇教会 发生分裂的时候 我们看见 由王一牧师 亲手案例的牧师 起来反对自己的时候 王一牧师 为了为父神的家 将竭尽千万的资产 分给另外的一位王牧师 愿意尽身除腹 来重新开拓教会 这就是真正的为道士 真正的训道者 他是为道 他不是为阳 不是为财 不是为民 他是为道 这就是真正的为道士 真正的训道者 我们看见 现在有人 用网红 来形容 王一牧师 其实 他何止网红 因为他身上 就带着耶稣的印记 所以 他走到哪里 就红到哪里 就像当年的 王明道一样 无论是高光 还是抹黑 无论是赞扬 还是贬义 王一呢 他始终在这个聚焦的中心里边 而王一牧师 他自己的做法是 他清醒的知道 这是神的带领 他的眼界 不是在教内教外 不是在国内国外 无论教内其他的中派 画一个圈 把秋雨之福排在圈外 无论国家和三智 把秋雨之福排在边外 他都会用爱画一个更大的圈 把这些小圈包裹起来 他说这句话是我认为 他说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 求主借着这场的逼迫来帮助我们 使我们成为不论断其他教会的人 不论断主的教会和主的仆人的人 使我们成为不高高在上 在舒适的环境中来讨论神学问题 然后身处不断的骄傲的改革中的奋期 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为主的教会 来受苦的人 让我们知道一件事 上帝是因他的恩典来拯救我们 所以我们许多的兄弟兄姊妹 有很多教会 即使他们对恩典教育的领受和认识 不那么正确 不那么完全 但是恩典之所以是恩典 就显出来神学不正确的人都能够被拯救 这就显出这是福音来 我觉得他的这个认识 他的这个胸怀 真的让我们非常的敬佩 那么从最后来 我们从他的这个家庭教会史 谈一下我的一些过人的感想 如果说上面的这些我们偏重于想的话 那么想那个下边我们就偏重于感 这就是一种感情的那种 我认为啊 王毅牧师他就是一个现代的耶利民 虽然在同胞中 甚至在肢体中 在同一中派的牧长中 我觉得他都显得很孤独 但是他定居于神的道 既是既要拆毁主外福音的旧文化 又要建立神国的新地基 他是现代的尸体反 面对四方八面飞来的石头 其中有一些还是来自昔日的战友 他的目光却约各他们的头顶 定居在宝座和羔羊 坦然的说 我看见天开了 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在他自己填辞的祈祷中 这个心口如意 言行一致的牧者 他已经把所有的这些都抛诸老后 他的这个话我们全文念一下 他说 愿我在主里边心有所述 愿主在我身上睡其所愿 愿我在恶事上胆小如鼠 愿我在异形上勇猛如师 愿我面对肉体的磨烂 坚然到底 愿我面对灵魂的捆锁 绝不苟且 愿我面对自体的冲突 百般忍耐 退让 沉默 愿我面对世界的征战 迎忍而上 奋进发声 主啊 求你不要不听我的祈求 无论你在何时何地 以何种方式成全 我相信 他的这个祈祷 也会像那个圣弗兰西斯的 那个祈祷词一样 会流传千古 那么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把时间交还主席 好的 谢谢张唐老师 非常的惊艳 精彩 的分享 我自己在听的过程中 是有非常多的共鸣 有许多的 张唐老师从他个人 研究宗教政策 研究 整个的他一脚 站在这个 这两个世界 教会和这个世界的对话 一直致力 也是有很精彩的 这样的一个分享 对我们自己来讲 其实我们在这几年 我们自己感觉到一个比较缺乏的 其实也就是我们自己的 对整个意向 对整个的一个总结 其实很多的 我想我们弟兄姐妹 也是在这个 有的时候模模糊糊化 有的时候也在很大的挣扎之中 其实我自己也是如此 就是说我们其实看到 王一牧师他整个的一个 他的信仰的一个传承 他整个信仰的这一个大光 这大光吸引了我们 但是我们其实在 这几年的一个信仰的实践之中 我们也有很多的挣扎 其实是需要去梳理 我想刚才 张唐老师就是做了一个非常 我觉得是非常精彩的一个梳理 不管是在 对整个执政党 他们的一些的 对我们 我们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来 从他们的角度 他们怎么来看待我们 那这方面从我们的角度 我们怎么来 怎么来看到我们今天当做什么 比起来有几点 这个教育 还有这个教会 在这个方面 第一个三个方面 当然还有这个教训 我想起因为 张唐老师也跟这个春雷 张春雷长老 很好的朋友 春雷长老也是他的学弟 也是带他信 跟他热信传福音的 这一位 当时春雷长老 在建议里面 他就一直在想 这个三话异象 他好像是用三个词 这个教育 教会 教育和教宣 对 这三个词 我想跟我们今天的 其实整个的思想和探索 都有非常的一个契合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的交流 这样的一种的分享 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分享 好 就看 弟兄姐妹有没有一些的问题 可以稍微 我们在有可能十分钟以内 如果有问题的 特别想问的 可以来提问 来分享 可以 因为我本来收集这个意见 就是说大家有没有问题 可以私信给我 大家私信的比较多的是 感恩 就是主纪念 这个词讲合乎圣经真理 重要 精辟 谢谢老师 还有一位姊妹 讲到 很有震撼力 谢谢张潘老师 好 那有没有 其他的一些的问题 大家现在可以 自我解除静音 有想提问的 可以直接解除静音 来向张潘老师提问 或者发文字 也可以 很难得有机会 有这样的一个互动 有吗 大家好像都没有什么问题 都可能也都在一个思考的过程中 好 如果有问题可以发言 直接说话就可以 张潘老师 我想问你一个 与今天的主题没有关系 但是是否也有一点关系的问题 就是 事关你个人 你 从介绍当中 我得知 你原来曾经是在 宗教部门工作的一个 一个 一个职工 不知道你有什么 头衔那些 部长 你从今天你的那个分享 你的这种大有能力 大有见地 大有福音的这样的分享 也 可以看见 你的神在你身上的恩赐 现在我想问的问题是 你从那个宗教局出来 是否因福音的缘故 谢谢 我 我从宗教局出来的话 比较早了 那个 我对体制 比较失望 也比较早了 那么 但是呢 那个时候呢 和福音没有关系 有一点点关系呢 是因为我当时写了一本 那个关于那个 应该是中国第一本 正面评价 那个传教士的书 但是那本书呢 就是叫做 咱们前的十门凯 那本书呢 问题很大 因为我是把 这个传教士 白格里呢 作为一种 英雄 来看待的 我们的认识水平 那个时候也就是这样 那么但是 他是中国 第一个平正面的 来介绍传教士的 这样的书 那么你想 我是分管基督教的处长 我就肯定就不能够 在这个岗位上 待下去了 那么 这不能说是 因为福音的缘故 而是因为一种 那个 个人的 那个 情况 那么之所以 后来 那个 那个归在 主里边来的 就是刚才 那个 自超传道 讲到的 那个 尼格迪姆运动 这个 这个 尼格迪姆运动呢 它是 因为我的当时 我的那个 父亲 病危 那村围和那个 另外一个给我 也是长时期给我 传福音的 一个姊妹 他们从 深圳赶过来 到那个 我的到 我 我的父亲的 那个病床上 给他受洗 他们就骗我说 你也必须要 要 要 决志 才能够有效 他们就那个 那时候呢 我是一个孝心 我只是出于一个孝心 就 就那个 就 就 同意了 好 然后呢 我父亲的 那个 那些后事啊 这些呢 都是由 村雷 他们那个教会 来帮办的 好 他们就说 那你 我们要办个 那个 查经班 你来参与吗 哎呀 我就觉得不好推迟啊 哎 那个 但是呢 我又不愿意去 这是来 你们教会的 那个阿信 哎 他也跑来 他说 哎呀 我们这样吧 我们在你的办公室 来建一个 查经班 好吗 我说那可以啊 哎 这样子 他们于是呢 就由 贵阳的 和时教会 就他们一起来 那个在我的办公室里面 那个时候 我是那个 贵大出版社的副社长 在我的办公室里面 建了一个 这个查经班 这个名字呢 是阿信弟兄 他提出来 他的罚名 他说 哎呀 这个 你呢 又是犹太人的官 又是那个 你就是 又是一个知识分子 那我们就叫 尼格迪姆查经班吧 就是这个 他提出来的 那么 后来呢 在这里边 我 接触到 福音 查约翰福音 接触到福音 这个里面呢 有一些神迹 有一些震动 有一些那个 我有一篇文章呢 记录这些事情 放在我的博客里面 大家可以 去我的博客里面看一下 今天我们就不多讲了 后来我就和村雷 长老呢 觉得这个 这个形式很好 有很多知识分子 他不敢 也不愿意 甚至有的是骄傲 有的是胆小 有的是各种各样的原因 尤其是有一官半职的这种 他不愿意到教会来 所以说我们说 那就我们来做一个 尼格迪姆的查经班 全国到处去做 结果 贵阳的当然 因为我们的出走 也就垮掉了 因为何时教会的被打压 村里长老 他们被那个拘押 也就被又垮掉了 唯一有成效的 就是你们那个 阮银飞弟兄家的 那个成都的这个 最早是王毅默斯 亲自去带领 这个后来了 英强长老 亲自去带领 在这里边呢 他才是 我们才看到 很多知识分子 从这里走向 那个主的怀抱 那么我也就是 这样一个经历 大体上是这样子 好的 感谢主 谢谢张强老师 好的 我们再有一次提问的机会吧 还有没有 弟兄姊妹 有愿意想要问的问题 都可以 好的 接到一个有私信的提问 我给张强老师读一下 请问张强老师 你所看到的海外华人教会 对国内家庭教会的看法 国内基督徒认出去后的现状 和未来国内家庭教会的走向 这问题好大 可能 好 交给张强老师 这个呢 当然 我也十分关心这个问题 应该说 那个 我像一个逃兵一样的 因为和时教会的那个教案 我就跑到了这个海外来 但是 我的心一直还在国内的 我觉得我的那个神要把握 还是要派回去的 所以我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那么现在呢 我们在这个海外呢 也接触到那个 从国过程来说 我们呢 就建立了一个小的组织 叫做海外华人宣教使命团 那么也有几位 那个为主摆上的 那个有一个牧者 有 有一个从大教会里面出来的同工 还有我 还有一个 还有几位 我们一起组织了 这样一个小小的组织 那么我们这个小小的组织呢 也 在那个 也值了两个堂 后来呢 因为这个 那个 那个疫情啊 就停下来了 很多的工作就停下来了 那个 我们职堂呢 主要呢 就考虑的就是 大陆的移民 我们的针对的对象 就是大陆的移民 就是这样子 那么我谈谈那个 就是海外教会对家庭教会的认识 那么 海外的这些华人教会啊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它基本上老的教会都是由 台湾人 香港人 或者是东南亚的那些人 建立起来的 他们并不关心 也并不了解 国内的 那个家庭教会的情况 他们也不知道 中国基督教的信仰情况 那么 我现在 我比如说我参加这个 这个 墨尔本的这个华人基督教 牧者的联会 那么我们在这个联会上呢 我提到的所有的关于我们这个大陆的家庭教会的一些议题 一些那种大家都摩不关心 他们没有出动他们的点 所以而且呢有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制度啊 海外的这种教会制度了 因为他不像在国内啊 你三自就是三自 你家庭就是家庭 大家精畏分明 井水不犯河水 这里不一样啊 那华人教会就一个 你去 你就 你大陆来的 三自的也到这里 家庭的也到这里 那么 所以 那个老的这些 那个长子啊 他又是那种 海外的这种 那个港澳啊 东南亚的这些人 牧者呢 又是聘牧制 聘牧 他就决定 他不愿意去 得罪这一些 这个这些顽固的势力 所以 我现在 我为什么我要 搞一个 尼格蒂姆的 这个真理追寻会 就是要把 有一些 真正的 全备的福音真理 以及我们大陆的 一些信仰情况 要灌输到 这个 这些地方来 这个福音的印度 现在原来他们曾经是 传教士的基地 现在变成了 福音的印度了 我是这样认为的 那个 也我们也有一些成效 两任的那个 这个基督教联会的主席 他们从原来 不敢参与 不敢参与到现在 积极参与到我的节目里面了 也有逐步的有一点点成效 还在要看神的带领呢 至于以后 这个一个大的方向 我们现在一下子讨论不清楚 那么多了 当然我们有一些看法 我在他们的人文学院 有一个公开call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那里听 好的 谢谢张长老师 谢谢你 欢迎你常常到我们中间 感谢主 确实张长老师也是 常常的 他说他很乐意 秋雨的邀请 秋雨的兄姐妹的需要 他都很愿意 来帮助 来思考 我们看到 上帝赐过我们 赐过我们的这个时代 一同的见证 感谢 再次的感谢张长老师 因为张长老师已经 快到70岁 但他仍然是有很大的负担 求主来激励我们中间的 更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 可以一起来 来真的是来看到神的国度 那我请张长老师 来为秋雨的弟兄姐妹 有一个祷告 也是个祷告 可以吗 你这样好不好 因为我马上要 我们的那个崇拜要开始了 我要 那个 我就要先下线 我又对不起大家 我们祷告就结束了 因为你祷告 我们就结束了 好吧 好吧 亲爱的天父 求你是给我们这样一个 美好的交通的机会 让我们分享 王一牧师 他对我们那个 家庭教会的一个看见 我们看见秋雨在一个正确的意向上面 正在行在你的大人的中间 我们也看见秋雨教会 他今天我从孩子从今天他们的脸上 他们的那种平安 那种喜乐 我们看见他们不畏惧面前 对他们的打压 对他们的那个 这些逼迫 我认为神已经在他们心中 圣灵在他们心中 任何这个 那个摧毁身体而不能摧毁灵魂的 我们都不畏惧他 我们看见了秋雨像一面旗帜 在我们中国家庭教会的这个道路上 给我们展开 我们有幸参与到他们的事工里面 这是孩子的一个那个荣幸 也请求主保守这个教会的事工 保守他们的崇拜 保守他们的主旨学 以上祷告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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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